卖动台湾 那么过去在医学的临床上面 常常以马菲作为手术或者是癌症等患者的止痛剂 却可能带来成瘾以及猝死等等的风险 那么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团队领先全球 在前几天发表了一项新研发 将可以透过小分子新药 来降低止痛的副作用 而且效果跟马菲一样好 未来渴望提供病患止痛的新选择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请到国家卫生研究院 生计与药物研究所的副所长 陈炯东陈副所长 带来听众朋友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 副所长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副所长我们刚刚提到了 我们这次团队是研发出一个小分子新药 这个效果比传统马菲还要好 不过在谈你们这个成果之前 我先请你谈一下 当时候我们团队怎么样想要做新研究 主要的原因跟奇迹是为什么 是的 我们国会院的生计药物研究所 所做的研究其实都是 针对于心隐的应用 跟心隐的疾病治疗为主 那其实马菲用在疼痛治疗 其实已经很久了 但是它毕竟还是有它的应用上面的 很强的副作用 比如说呼吸意志 还有陈隐性 这些都是很麻烦的这个医疗的治疗行为之后 留下来的后遗症 那呼吸意志其实还会造成猝死 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 那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尊重在这样的一个新药的研发了 那罗浩院士其实在它过去几十年的经验 跟研究的累积 成果的累积上面 已经有很好的 在这方面的鸦片受体研发的成果 那它在这个基础研究上面 也有很深入的了解 所以基于这些罗浩院士数十年的基础研究 产生的一个灵感 所以跟我们所里面的研究人员 开始进行这个研究的合作 所以才会有这一个 在改变鸦片受体的状况下 能够有止痛的效果 而且还会减少有这个副作用的产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2010年开始 就开始的一个合作的研究组题 2010年到现在大概7年的时间了 不过那其实我相信有进行过这个手术的 听众朋友都有被施打这个止痛剂的一个经验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马飞 普遍来说的话 它会使用到马飞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它主要是有处理哪些疾病吗 马飞其实一般的沉痛 其实它也不需要用到马飞 那真正的用到马飞是比较需要 所谓的中度到重度的疼痛 比如说大手术后的疼痛 是 症结石或者是心脚痛 有胰胀炎或者是癌症引起的疼痛 是 神经痛 然后下背疼痛或者是生残的痛 大概就是这些 所以其他的比较轻度的疼痛 其实只要是一般的阿斯基因 或者是普拿疼 大概就可以有效果 是 不过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 使用马飞的话 其实会有一些副作用 最严重会猝食 而且我看到是说还会有便秘 抑制呼吸等等的 不过这个副作用的部分 是有可能做一个避免的吗 是的 这也是过去应用马飞这么久以来 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研发的初衷 就是想说能够应用马飞类的药物 的止痛状况下 还能够把这些便秘 呼吸抑制 跟吞引性的这些副作用 把它去除掉 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这个研发的 这个新药 成果 新药就是应用马飞类的止断 然后加上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新药 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是 不过其实现在医学进步 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新药发表 或者是上市 那我可以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就目前的医学治疗来说 现在世界各国大多是采用哪些方式 来为这个患者止痛 那针对不同的疾病 是不是使用的这个止痛剂 就会不一样 止痛的程度 其实刚刚就提到那些 比较中动度的止痛的应用 会用到马飞类的 那其他的较轻度的其实用到的止痛药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普拿腾或者是 那些药就可以用到轻度的疼痛 那所以如果说真的知道中度重度的疼痛 那还是需要用马飞类的药 是 不过您刚刚提到这个中度到重度的疾病来说 是马飞是唯一的选择吗 没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一个止痛剂吗 其他的替代止痛剂到目前为止 当然陆续都还有在研发过程 那但是真正能够用到止痛控制 比较完整的 还是马飞的一个药物 但是真的就是它的副作用 还是要把它阻止 相对来讲这马飞它的这个止痛的效果 会比较好就对了 是 马飞类的药物 哦 马飞类的药物 不是只有马飞 哦 好好 是 所以这是普遍我们现在医界 实际在临床上面使用的 就是这个马飞类的这个药物吗 对 哦 好 好 OK 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脉动台湾单元 是介绍国卫院研究团队的 小分子止痛药新研发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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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唱什么啊 我在收听央广全新带状节目 全球台湾4.0啊 全球台湾4.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全球台湾4.0 带您从经贸 科技 文化等面向 重新认识台湾 据凡是台湾软实力 前进新南向 参与国际合作 以及独步全球的技术发展 全部都有哦 所以全球台湾4.0 也让大家了解台湾参与国际的贡献哦 没错 每中一到中午 晚间9点30分 全球台湾4.0 带您重新认识世界 也要让世界看见新台湾 0800-880-699 空八空空八八空六九九啦 0800-880-699 对不起 对不起 台湾的听众 这支电话迟到咯 即日起 央广为台湾听众准备了免付费电话 请记住这个号码 0800-880-699 只要开放现场高令 台湾听众都可以拨打这支电话 完全免费哦 免费哦 0800-880-699 空八空空八八空六九九 免费啦 开放历史 每周一冰山一角 陈彦斌团队访察即时 与您一起发掘台湾人的故事 揭开历史的冰山一角 阳光就是阳光 伤到我的翅膀 阳光就是阳光 人命自由飞翔 阳光就是阳光 世界在我肩膀 阳光是你 是我生意的翅膀 卖动台湾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卖动台湾单元 邀请的是国卫院 生计与药物研究所的副所长 陈炯东陈副所长 带你听到朋友认识 他们的小分子 直通药新研发 不过副所长 我手边资料看到 你们这次研发出 这个小分子新药 叫做DBPR116 那这效果是比这个 传统的 我们刚提到的 马飞效果还是比较好 那我想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 这个我们研发的新药 跟这个马飞来相比较的话 它在使用层面上面 跟这个效果上面 是不是有一点 不同的地方 是它在使用上不同 它自己单独使用的时候 是没有效的 是 它必须要跟 马飞的急抗剂 比如说 Nalosong 或者是Natrisong 这两个 马飞的急抗剂 并用 才会有效果 那其实它是把 马飞类的 这两个急抗剂的 效果 把它变成是 有止痛效果 单一使用 那个马飞类急抗剂 这两个 其中的一个 任何一个 也都没有任何的 止痛效果 它是因为 用在于马飞 有刚刚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 这个成瘾 或者是一些副作用 症状出现的时候 才会用到 这个马飞的急抗剂 是 所以它原来的 马飞急抗剂用的是 在缓解 马飞造成的副作用 那跟DVTR116 并用的时候 这个马飞的急抗剂 它就会造成 变成有止痛效果 所以就是 两个要并用 才会有止痛效果 但是 在有止痛效果状况下 它的那个 呼吸抑制 便秘 这些副作用 就会被消除 所以你刚刚提到 这个马飞抵抗剂 就是这个 马飞抑制剂吗 对 马飞的抑制剂 是 那这个是 这个马飞抑制剂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药物 它是一个药吗 是 它也是现在 已经在临床上使用的 它就是在缓解 马飞造成的副作用 是 所以如果马飞 所谓的马飞中毒 过量的时候 这个马飞的抑制剂 或急抗剂 就是拿来当作 马飞 使用过量的时候的解毒剂 哦 是 所以是抑制这个马飞 一些成瘾的那些状况 就对了 是 不过这个名称上面 有马飞两个字 它不会跟这个 马飞上面 也有些这个安全上面的疑虑吗 不会的 因为它在临床上面使用的经验也够了 哦哦哦哦 事实上 呃DPPR116 因为它是一个新银化合物 嗯 那我们真正在做到临床实验之前 我们还是要跟这两个马飞的抑制剂 在定用 然后在动物状况看到 它的安全的剂量范围 哦是 然后真正才会用到 人的临床实验上面 嗯嗯嗯嗯是 不过我知道我们团队这次在发表新研发之前 已经有先针对我们这次的新药物来进行一个动物实验了嘛 那我们这次所进行的实验方式大概是怎么样进行啊 结果上面有什么发现吗 那个我们在应用 像DPPR116跟马飞的抵抗剂 在小鼠的动物实验中已经测试过 当然疼痛 疼痛是一个主要的动物模式 是 然后也看到在便秘 还有心肺功能 还有症静 耐药性 成瘾性的这些药理作用 哦 也都有观察 嗯嗯嗯 那跟马飞比较之下 这个DPPR116跟马飞抵抗剂 这样进行啊 具有同样的止痛效果 是 但是其他的便秘 还有心肺功能 啊 症静 症隐性 这些的副作用都比较轻 哦哦 他这个副作用上面的话 是效果大概是怎么样啊 有一个比例的 这个比较吗 啊 比较上 因为 呃 药理作用看到的蛮多的哈 嗯嗯 我刚刚提到的 这些的 这个副作用的药理作用 还有他的止痛效果 基本上都比 那个 呃 单独马飞 使用的动物价下 还要轻很多 是 有显著的差异 哦哦 我看到是说这个便秘 呼吸 抑制等等的副作用 会减少一半以上啊 对不对 对对对 哦 而且您刚提到这个 阶段的症状跟成瘾的 这个成瘾性也不太明显嘛 哦 所以这是我们这次研究的这个 最新的一个 跟其他领先其他各国的地方啦 哦 是 不过您这次研发的新药 效果固然是比这个 传统马飞还要好 但是我很好奇 就是说在这个呃 制作成本上面 会不会比这个 马飞来的比较昂贵啊 这个新药的 研发哦 其实 目前这个是一个小分子化合物 啊 那 成本的估算上面 其实 也还好哦 因为小小分子化合物的合成 基本上我们 合成上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嗯嗯嗯 所以基本上他也是就类似一个 新药的发展的一个成本 是 所以如果说成本的考量 他应该是不会比 现有的马飞的 呃 药物还要再高的成本 哦 是哦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未来量产的话 一般民众可能是 是可以负担的起的嘛 是的 哦 那 因为呃 小分子化合物也可以大量合成嘛 嗯嗯 那结构并不复杂 哦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预估 他的费用会太高 是 不过这患者在使用这些呃 这次研发 这个小分子药物上面 是不是会有一些条件上面的限制啊 比如说是不是有哪些人是不太适合来使用这个新药物的 呃 这个当然我们还继续在研发当中 哦 是 真正 我们现在才在动物的呃 中立场前cue计厌嘛 嗯嗯嗯嗯嗯嗯好 那真正还有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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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前的动物的安全性跟成性 呃 吞 那这有个零 als hat There's a 那真正到临床一期二期的时候 副作用 不过这个还是要在 动物的安全跟毒性的 提估上面 它能够更了解 所以听起来这个 我们还要再进一步 做这个人体实验 才能够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条件上面的使用限制 对不对 是而且还有一些动物实验 还必须要再继续 动物实验的部分 也还是要继续进行 对尤其是安全性 跟毒性的部分 OK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脉动 台湾单元是介绍 国卫院研究团队的 小分子止痛药新研发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您好 你好 CALL IN 几乎 拿起电话 不管来自哪里 我们都能听见您的声音 中央广播电台 专为海外听友 设立免付费专线 欢迎多多利用 参与节目CALL IN 讨论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纽西兰 英国 法国 听友请播 00800 5516 5516 SAMATIKA 泰国 新加坡的朋友 可播 001 800 5516 5516 美国 加拿大乡亲 欢迎播打 011 800 5516 5516 澳洲的朋友 我们也没忽略 请播 001 800 5516 5516 最最最支持 央广的大陆朋友 CALL IN 也可以打 免付费电话 华北听友 请播 010 100 800 886 0063 华中级华南听友 请播 010 100 800 186 0063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就是要您别忘了 CALL IN 常来电 而且啊 您来电 我付费 央广主持人 在台北发音室 等您哟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 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 Store 搜寻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及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 通通认你听 还有 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 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啊 您了解中国吗 央广新闻部推出 全新新闻时段 中国这一刻 带您从社会 人权 环保 政经 两岸等各个新闻面向 看见最真实的中国 7月3号起 周一到中午 晚间10点 尽情锁定 央广华语网 中国正义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尤其要做的动物实验 还有其他的认证的实验 验证的实验 其实还蛮多的 是 那我们过去 其实从十几万个 的化合物当中 才想办法跳出有效的 所谓的活性化合物 然后真正从里面再去找到一些比较有潜力的化合物 再去做合成 然后再把它验证它的动物的活性 所以这些其实真的是花了六年多 快七年的时间 才合成现在的这些化合物 那目前也已经有申请专利 那也开始在这个药物动力学之外 还有毒性、溶解肚这些 都去陆陆续续的解决 最后才找到这个BBTI116 所以这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听起来我们团队在这个六年当中 也失败了很多次是不是 是当然 因为不可能找到一个化合物 就一定是有效 我们其实从十几万个化合物当中 才选出来 然后后来还经历挑选 然后再合成 那合成又合成了一两百个化合物 两百多个 我最后才找到这个 是 就是这个十几万个化合物当中 这样慢慢挑选 挑选出这最合适的 然后不断的这个尝试 重复的实验 这样子才能得出这一次最后的一个结果 是 我们上阶段有提到 现在的科技 真的是每天都不一样了 每年都有这个新药来做发表上市 那就您了解的话 现在目前国外是不是有类似 研制类似我们这一次的这种止痛新药 能够是取代这种传统麻菲的 就我们所知 目前是还没有 但是应用类似的模式 就是说在一个受体上面 利用另外一个化合物 改变原来受体的活性 这样子的研究策略是有的 但是在这个麻菲类的这个止痛药物的研发上面 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其他人 就只有我们 他们有方法 但是现在没有实际的一个实验的结果出来就对了 是 不是针对于 不是针对于麻菲类的止痛药物 是 是 不过我们团队这次研发的这款新药 除了能够应用在这个医疗止痛方面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未来可以运用到其他的层面 目前这样子的研究技术 是可以应用到其他的疾病的新药研发 这是可以的 是 但是针对于止痛 大概目前就是这一个 我们已经验证过的这个模式 就只能用在医疗止痛 那如果把这个麻菲的受体 刚刚有提到就是换了不同的受体 那很可能是可以用到其他的治疗层面 主要还是在疾病的部分吗 对 疾病就是跟受体 受体跟疾病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找到特定其他的受体 就是非麻菲类的这个鸦片受体 是 那如果是别的受体 那可能就有别的疾病的应用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未来是可以跟其他的 针对特定的某些疾病的话 他可以做一些不同药物的研发就对了 是 但是就不是麻菲类的 不是麻菲类的 哦 那这个真的是科技日新月异 是 那这个副所长 就我知道我们团队研发的这项新药物 目前还是您刚刚提到 就是处于动物实验的阶段 那么这计划未来持续进行的话 有没有哪些新计划 或者是这个新目标 是的 我刚刚也稍微有提到 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动物实验要执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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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动物的安全性 好 我们在进到人体实验之前 我们一定要确定这个 DVCR116 是 加上这个麻菲的疾抗剂应用 或者是单独使用 它必须是安全 嗯 没有毒性的 是 所以这个会 接下来就是在规划 嗯 在动物实验当中 会进行安全性跟毒性的测试 嗯 那这个测试 如果都没有安全跟毒性的顾虑之外 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到临床一体实验 是 在临床一体实验之前 当然我们要申请 所谓的人体临床实验的申请 所谓的INEB 那会送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然后也会送到台湾的食品药物管理署 的INEB的申请 那通过之后 我们就可以自己临床实验 是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这计划会持续进行吗 你刚提到这个要了解它的一些安全性 还有毒性的部分 那没有问题的话 就会进入这个人体临床实验的部分 是 那么这个时程上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那刚才因为新药研发 其实 最后都是 要根据 有没有专利的保护 是 那接下来才会有 愿意来承接 继续开发的厂商愿意进来 那因为我们 国家卫生研究院是法人 是 政府的台湾法人 那 所以我们也 也不会有太多的其他的经费 来继续做开发的工作 是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已经针对于 DVPR116 这个案子 已经公开征求 合作厂商 那合作就是可以经由计转 也可以经由 这个早期参与的产学合作模式 那接下来就是希望说 如果这些基金都能顺利到位的话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 快的话在两年内 好就可以完成 刚刚提到的就是 INB的申请 是 好 那如果顺利的话 希望能够在 呃 两年半左右 就开始做 您长一期的实验 哦 大概是这样 哦 两年半就是人体实验的部分 这样子 对才开始 是 因为还是需要确定一些动物的安全 顾虑 而且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是 那目前这个阶段就是在 呃 在寻找一些这个厂商合作的部分 对不对 是的 哦 那如果这个最快的话 有没有可能什么时候这个 新药是可以上市的 哎 这个真的是很难 很难抓 很难预估啦 哦 如果我们比较 比较好的消息是说 我们的专利 去年才申请 嗯 所以是算是一个新的专利 那一个专利 的期限都有20年嘛 是 所以我们 呃 比较专利的保护期 还 还有蛮长一段时间 是 所以我们 当然可以好好找一下 能够真的跟我们好好配合的厂商 嗯 再继续开发 是 那当然他可能还是要经过临床一期 二期三期的试验 最后 才能顺利上市了 嗯嗯嗯 那我们能够预期到的 大概现在是临床一期的时间 是 那二期三期真的是要 到时候才能看看自己能很顺利 对 每天都在变化了 至少现在我们的专利已经过了有 20年的一个期限嘛 对不对 对我们有 我们去年才申请的 好好好 那至少这个 还有 还有十几年的时间 嗯嗯 将近快20年的事情 是 那至少这20年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期待有这个新的一个 止痛新药能够这个问世了啦 这造福一些这个病患 在治疗上面的一些疼痛的问题啦 好的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邀请的是国家卫生研究院 生技与药物研究所的副所长 陈炯东陈副所长 带来听说我们 认识他们的小分子 止痛药新研发 那么他们这一次研发的小分子新药 是只要搭配 马非抑制剂使用 就可以达到跟马非一样的止痛效果 而且呢 还能够避免成瘾 以及猝死等等的风险 未来渴望提供病患止痛的新选择 那现在节目的最后呢 你要再次感谢副所长 感谢特朗分享团队的研发成果 先谢谢副所长喔 好 谢谢主持人 西 worrying ability 要 开始